记者吴孟伦台北报道,中国女星赵丽颖因验出花鲜骨、楚桥转等电视剧而走红,先前才传出她因健康亮红灯而放长假,没想到又被爆出已怀孕三个月,孩子的爸是曾与她传绯闻的风吵风,对此赵丽颖工作室也作出回应。 微博上有人爆料目前半停工的赵丽颖怀有三个月身孕,并PO出赵丽颖全身包紧紧的照片,表示当天赵丽颖在女性友人的护纵下上了冯少峰的车,并直接开往冯少峰的公寓,下车后冯少峰小心翼翼地护驻赵丽颖,直到隔天下午才离开冯少峰家。 爆料者更说原本身材纤细的赵丽颖明显发福,小富突出散发出韵味,消息一出引起热烈讨论。 但据搜狐娱乐报道,赵丽颖身边的工作人员极力否认,强调绝对没有这样的事,粉丝们也痛批对一个未婚女孩这样造谣还有良心吗? 并有人说赵丽颖身高并没照片里的女生这么高,希望谣言能止于智者。 赵丽颖人红是非多。 翻设自赵丽颖微博,网峰传赵丽颖,钟,怀孕,冯少峰,左,小心呵护。 翻设自搜狐娱乐微博,冯少峰。 翻设自冯少峰微博。